我先打个样了 我们火星 谁酒量醉菜 谁拿手机 为啥给我 你酒量醉菜 我酒量不菜吧 就说他一定不承认 超哥醉菜吧 那超哥说 超哥醉菜吧 好吧 那算我 火星演唱会当中谁最事 最事 那肯定是老林导啊 老林导一定是事 火星演唱会谁最没事啊 谁最没事给我 可以 我也算没事了 你得唱嘛 那倒是 我演唱会谁最累 那你照你自己了 那你还是得说 我觉得不一定是我 我演唱会当中谁最矫情 肯定有孟嬷 是我是 是 老是动不动就哭 如果说有粉丝猜到超哥是哪一年的话 这个粉丝可以在以后咱们火星演唱会里见到超哥就可以说 超哥你要请我吃冰淇淋 超哥就要满足他 我先说个悬念比较大的吧 不好猜的 江湖上 反正江湖上都叫他超哥 比康康爷爷稍微小点 哈哈哈 嗯 那比我大点吧 哈哈哈 我要不再提示一个吧 好 再提示一个 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惊呆我了 听说今天早上花花去过早去了 我们不知道跟谁去的 也不知道他怎么去的 反正不是我 也不是我 我四点多就醒了 然后一直一直到早上六七点 然后我想起来吃个早饭吧 然后我就下去 我就没叫你们 因为我想你们都在睡觉 然后我就自己下去到那个酒店的大堂 去问工作人员 就问附近哪有吃早餐的地方 然后我就一路骑自行车 我就扫了个那个单车 就一路骑一路问 因为我要吃的那个豆皮 它不像热干面 热干面哪儿都能吃到 然后但是豆皮得去那种 就是那种 巷子 对 这种小巷子里面 然后就必须得 骑一路就各种问 那个路边的一些店铺的老板 然后呢 就一直指一直指 骑了再半个多小时 快一个小时才找到那家店 然后就去吃 所以你今天早上是自己去的 还是骑供养单车去的 对啊 武汉 但现在这个下雨的这个问题 就是 因为我们不确定当天下雨 到底会不会下雨 比如说本来一上午 就像今天一样 本来一上午都是大晴天 大家都觉得突然 结果下午突然下雨了 到了这个环节下雨的话 就要可能临时修改方案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报名 麻将这个还是可以报名 突然临时下雨的话 我们就不打麻将 就点歌这样的 其他的后面方式 其实可以现场 就让乐手老师或者是 我就把和弦告诉左立 左立现场 弹一个不插电的版本就行了 其实也欢迎歌迷一起来唱一下 对 这个好 展现一下他们的能力 之前想的是说 要不就是在山里面 要不就在海边 但如果在山里的话 等太阳升到过山头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天已经亮了很久了 对 我觉得那个感觉已经不对了 不是日出了 这不是日出了 可能还是海平面的那个感觉 是太阳跟那个海 就是生出来那个 那个海平面的感觉是最好看的 而且就相当于是天亮 即日出 就是这种感觉 那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你说我们晚上 如果开的是正常的演唱会 就是比如说从傍晚开始开 开到90点 那我们结束之后 还要 还要勾火吗 然后大家都 这些所有的这些歌迷 都在都在这个地方 可以有一些住宿啊 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配套的东西的 交通呢 坐船 我们的演出场地的 它的整个的舞台的规划 可以不要 不要那么大的规模 记得情况 倒可以啊 倒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就中间这些氛围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 居住 然后甚至我们还可以有 有吃有喝有玩 对 在这个过程中 甚至可以放个雾间电影 我瞎 再设想 有一个晚上 比如说唱完了之后 日落唱完了之后 八点钟还可以有一些勾火 然后五天电影啊 还有一些怎样的 然后大家可以到早上 你这样说 我觉得一一晚上时间不够 我感觉不够用 三天 三天日出 玩三天 然后最后一天日出 看日出 因为我们现在的形式 其实还没有涉及到晚上 更多的一个延续性的 对对对对 那如果再升级一下 而且又有日出状态 其实是可以把它再强化一些 其实我觉得这样好 关键我们要解决好配套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如果再有一首日落的歌 是更成立的 对吧 日落的歌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我们大家互相 这十年的过程当中 是互相成长吗 对 其实我之前也说这话 你去说 我们帮他完成了他的梦想 是他带领我们一起完成大家的梦想 我觉得大家对火星演乱会 都是有不同的情感和情绪在里面的 情愫在里面的 寄托了我们所有火星工作人员的 这个 对这个 这个 我们火星演乱会的特殊的这个情谊 我有个提问 小小的好奇 就是因为我是16年才咱们在一块了嘛 我16年之前 彭哥跟花花都已经开过好几年演乱会了 彭哥跟花花有没有见过超哥有头发的样子 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 我这有一张照片给你们看看 他们给超哥披了个头 有点昆昆的感觉 哈哈 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一场演完了之后 然后我会用大概三天的时间去设计下一场的那种 所以每一场都是不同的 我们的团队啊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学习和一个锻炼的一个过程 我们逐步的在完善 不是说我们有多么的强大 多么的什么都可以 其实是在不断的去解决问题 刚才小国说 我们就是解决嘛 对吧 那我觉得就是要有问题 解决问题 它才是一个 才会让这个演唱会变得更真实 更好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还挺有信心的 因为这个每一个我们所去到的每个地方 从海口到到我们现在的杭州啊成都啊 当然江海 肯定还有更多 现在的武汉呀 包括江海 还有更多的 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地方 那我觉得呢 在每一站过程中 我觉得都会 我的希望都是有我们进步的地方 然后更完善 更好吧 其实就是 这次武汉站开完之后 我们还会有上半年的最后一站 然后下一站一开完 其实就已经到暑期了 因为夏天太热了 然后我觉得考虑到可能会中暑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暑期就会短暂的休息一下 然后呢 这期间可能我也需要去沉淀一下 然后去开始写下一张专辑的第六专的歌曲 然后 然后下半年 可能在九月份 天凉快点的时候 再开始开启我们下半年的巡演 要完成东南西北 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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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 对 国际演唱会本来就不被定义了 那其实 要看城市吧 我觉得 对 就是 有些城市适合开我们这种乐园形式的演唱会 有些城市适合开体育场 然后 所以我们下半年的 选择的城市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调整 对 你们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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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